很多朋友问我新店如何做营销 抓住一个痛顶即可 心理学奖相比得到后的满足 人们对失去的恐慌会更加敏感 我们去年每天的平均营额是4000 今年是5000 做餐饮尤其是卤菜 食材安全没有存货 是顾客最在意的问题 去年我们开业的时候 限量限时销售 每天都卖完 让顾客潜意识地认为 我们家的卤味不仅味道好 而且还新鲜 其实留住顾客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他某一天 没能买到他想要的商品 也就是饥饿营销 做餐饮只有不断装印技术和营销 内外精修才能有所成就 加油朋友